全世界都搞房地產 有錢到瑞士、挪威那樣會搞房地產 窮到津巴布會這樣 人均年生有七毫子人仔 你沒聽錯 是七毫子人仔 都會搞房地產 中國怎樣搞房地產呢 大家都知道 那麼阿拉伯佬是怎樣搞的呢 一陣是他土豪的世界 我們今天來講一下 科威特 這裡是科威特的薩巴克海洋城 想出來不難的 但起到出來 只得錢多到消不小的中東石油佬 才有這樣的魄力 在這個城市 幾乎一個居民 都有這個私家通道直督大學 但在沙漠裏 搞到這樣的城市出來 是不是丟錢下去就可以呢 我告訴你 是 在80年代 科威特有一個超級大的問題 我們估計沒兩三百年 都不會遇到這些問題 就是超級有錢 有錢到 努力奮鬥 已經失去了意義 因為石油的原因 這傢伙都富到連馬雲都妒忌 馬雲努力就有意義 科威特的傢伙就沒有意義了 因為傢伙很富有 所以豪宅這件事的需求非常之大 在這個國家仔 沒有地建樓 沿海的地已經全建了 內陸是大把地的 但絕大部份都是沙漠 地質又不穩定 又熱又乾燥 就夜溫差又大 雖然這傢伙可以早上開空調 馬上探暖氣 夾半小時充斥涼 反正大把錢 但溫差大 那些豪宅就不耐玩 那些傢伙就說 我這麼有錢 居然住不到豪宅 還有天理的 那怎麼辦呢 有人就提議 不如想回到沿海搞 有海風氣候溫和一點 溫差又沒有那麼大 然後有人說 那填海啦 怎麼建都可以 但建築師說 填海的雙天涯利的東西 盡量少做 不如向裡面畫 把海水引進去 搞到彎彎彎彎 住幾十萬人 問題不大 但這個計劃提出了無奈 科威特國王都未拍板 薩達姆又帶隊打過去 1990年8月2日 現在直升機和船 穩著先頭部隊 不用幾個小時 就退入科威特城 即是科威特的首都 然後就不用說了 薩達姆被人打到七彩 雖然科威特是解放了 但這個國家 都被薩達姆搞殘了 很多基礎設施都炸爛了 但不要緊 基礎設施的東西 有錢就很快搞了 不過科威特沒有錢 那為什麼呢 那幾種石油槍就搞定了 但一個問題就是 這一刻撤退的時候 將科威特幾乎所有的油井 全部點著了 你要知道 油井著火 不同單身狗著火 用手搞得行 油井著火 是幾乎叫做 不可能撲得息的 最後這些油井燒了幾個月 後來科威特用了一些 高科技方法 花了15億美金 現在可能是過百億 用了差不多半年才博釋這些貨 然後又用了六年的時間 才恢復之前這麼有錢 於是這個時候 這個海洋城計劃 又放回上台了 因為打過仗 那些人開始珍惜環境 沒有以前亂來 決定根據波斯挖這邊的自然特性 來規劃 水不可以是死水 不先會早化 會臭的 沒有有錢人會買的 但又不能流得太快 因為要有錢人在游泳 萬一衝走了怎麼辦呢 那甲方的提需求 漁方又問 有預算嗎 怎料這個甲方法問 什麼叫預算 有依據就行了 於是一班科學家 工程師 建築師 就拍了計劃 你去收集封足數據 最近一百年都要 你去拿些洋流數據 這個差年就行了 差年不想就行了 你拿完這些數據 放進計算機裡無意 如是不實流體理學 神學、懸學 全部都出來了 單行計費 如果多製作幾條渠出來 海水的空間就大了 流速會慢 那些區域的水質 就會差一點 可能會臭一點 但是這樣做法 海外受到侵蝕 的風險就會低一點 有錢人游泳的時候 又安全一點 那怎樣才能幾存其美呢 有人就提出 你這班石油佬這麼有錢 在那些流速慢的區域 容易積水的區域 放一個泵下去就行了 24小時開足馬利 每一口海水 都是fresh的 但這個東西看了之後 就下了崗了 因為你看圖 覺得它很小 用一個十瓦的泵 估計是夠力的 但實際上 這條橋是超級大勁大 科伊特佬這麼有錢 都不可能這樣玩法 這條下崗的原因就是 曝露了科伊特佬 都不是說有錢 可以為所欲為 收辱了石油大亨 後面的工程師想了一條橋 利用潮池這件事 來實現幾存其美的這個目標 在某些關鍵位置 就把一些閘 漲潮的時候 水壓會自己推開門 就會流通 退潮的時候 自己會關上它 大自然自己去調節 但人類真是聰明的 有時不用用錢 都要辦得成事的 這個海洋城項目 2004年開始 就動手畫第一條橋 或者叫做第一段的運河 科伊特佬想著 這一波可以響多了 全世界都知道 我們科伊特佬富貴了 怎料你在隔壁阿聯酋 迪拜那裏 填海搞一個 朱美拉中壘島 開始成形了 迪拜佬不跟你說環保 我有錢就填海 國內國家陸地面積不好嗎 珊瑚、魚蝦、蟹 生不生死不死 關我實事 科伊特的做法 是幫海洋生物 創造或增加到棲息地 因為海洋城的防波堤 是食水線以上 才填沙石、運領土 下面有一個好玩原生態 好像有些海洋的動植物 FIFA 科伊特是將大海引入沙漠 但迪拜佬才大起初 反過來 當年精偉未完成的事業 我們來做 它是將沙漠引入大海 填海、造地 但這樣做法 防波堤就要硬朗 全部都要加固 不要到核原生態 填海又破壞了附近的海洋生態 而且因為有這麼硬朗的防波堤 擋住 所以中壘島裡面的水質 非常之一般 循環得比較差 都是科伊特很聰明 我們不跟大自然PK 我們跟大自然模型共生 科伊特的海洋城 是一個規劃可以住25萬人的新城市 現在已經畫好渠、運河 都建了很多別墅、度假村、碼頭 但它還有非常多、勁多的地 還未開發 如果全部解禁後 應該會有一個 勁美的度假升地 本來還想說說什麼建築、人與自然 那些什麼 但想起這群朋友 日吉、夜吉 可以娶四個老婆 不用做又這麼有錢 那就沒什麼感覺了 下次見 拜拜